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也做了不少工作 那我这展览会在苏管长的展演以后还到提罗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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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华工的这个辛苦 为什么想了亲自去走一遭呢 因为我这人有一个历史的经验 就是一定要去深入生活 一定要去亲自体验 我以前画了很多大画都去走过 所以这没走就没有感受了 所以一定要去亲自体验一下 绘画这个行业 还是要从生活中抓起素材 体验生活能画得比较生动一点 您在1986年的时候 走了这个就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 走了这个长征这条路 那时候你是35岁 去年你在走这个就是东西铁路的时候 您已经70多岁了 对 70多岁了 70多岁你出来在走的时候 你当时那种感觉是怎么样了 李俊的坏发 我说到是能走嘛 也能走 坏话的人心生高兴 你走这路上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说没问题 没问题就走吧 提到了李俊老师 李俊也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家 而且他这条路 他已经走了大概七八次了 这是第八次 当时你是怎么邀请到他一起走 因为他在北京有过展览 就关于他铁道的照片 我们也去看了 那时候就认识李俊了 还有一个黄教授 他们俩人都在展览会上见了面 也拍了照 然后我想走的时候 就跟李俊打电话 我说可不可以同行一下 麻烦您 他到晚上打 没问题 赵老师等一块走 就这样 我们就请他过来了 就走原来这个 化工真正修建这条路 那现在有的地方 跟我们走不通了 但是就把车停到外边 走进去了 反正总而言之 是辛苦买辛苦的 但是你想绘画这个行业 他要去 想去画画 他不怕这东西 也不在乎 辛苦辛苦了 我们就带一些干粮 准备好了 你说可没点吃饭 那买面包吧 方便面 带一手 热水壶 带水 炸菜 都带好了 那我们开一个商事车去嘛 全部放好了 外面也要没吃饭吃 确实中国没饭吃 走着路哪上吃饭去 他们小地儿都没有地儿饭吃 那早餐也是在酒店那吃方便面 然后买点菜 就这样 还好了 大家挺愉快的 我们跟他做得很愉快 你步行了 差不多20公里的 差不多也得有 因为我们走那种 像十英里大峡 那没法走 车开不进去 就得步行走到 走个五六公里 两边走完以后 汇湿到那儿 就体验到这个 大峡谷的概念了 所以就有事 这个走其实不是一般的走 因为这条这些路是非常 就是像你说的 车都不能去 而且很多时候 可能是走在一个 根本不是路的路上 土路上 他们都是这样 我们也弄个小棍 爬到学院进去 爬拉爬拉走 其实也蛮好玩的 真的想起来还挺开心的 走 你在走到那条路上的时候 你在回到 150年前那个历史的 你在回忆的时候 你会 你会不会有些画面 展现在你的眼前 有啊 因为我们拍了好多资料 看了好多资料 那路上有很多地方 比如中国修的长城 就在中国墙 中国墙是为了挡雪的变墙 所以中国工人很聪明啊 把中国文化带进去 就像中国的墙能躲的似的 有 还有 我特意去画了它 叫中国墙 很多它的例子 还有中国的一些工具 它沿途与小博物馆 都用过在中国的框啊 中国的算文都有 中国的秤 中国的独庐车 它们都留下来了 美国还是很重视这个历史的 就能体验到当时 独轮车都还在那 都在这 都有木头那种独轮车 所以中国是 摆在咱们中国的智慧 改正应该说在 是老公的智慧 华人的智慧 用到这个修铁路上了 那听说那爆破 也是中国人出的点子 因为它没法打洞嘛 只有泡几个点子 连锁的爆破 也是中国人出的主意 才为那铁路再修好了 要不那铁路 到底绕绕绕绕绕 它绕圈走嘛 您这么说的 真的是我觉得特别 给人一种这种画面感 就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 但是在你的这个画上 就是一般我们看了很多 就是纪念铁路华工的 有这些人物 有这些就是血泪史这种感觉 但你这个画 我觉得看起来的时候 它更像一个山水画 而不是像那种写实的 你为什么打算是这么来 我考虑过 你也劝过我 你怎么说 可不可以画一老桥啊 画那墓地啊 这些东西都是 华人走的地儿嘛 还有些老房子了 我想想这东西不是不可以画 我想用一种大山大水 美国的这种壮丽河山 它的尖险 体验到这种路的 路的这种艰苦 那么也加了很多内容 它那山很多地方 都是华人路的地方 华人路宿的地方 还有华人修那艰苦的桥的地方 都有体现 所以我就觉得 用这种办法来表现 一个种美国的大好河山 可是这种艰苦的路 是中国人修的 还以文化为主 以歌踪美国的文化 和中国的艰苦 前人这种劳动的辛苦 能表现出来 因为它有很多沟 很险尊的 看着看出来 所以就觉得 还是画一张这样的好的山水画 我也擅长画 所以就 就没 任何任务都没加 只加一些房子 马场 这些都加了 还有就是最后会师所 两个铁路 两个火车头 那是有区别的 太平铁路那有个大圆筒的 那边没有那大圆筒 所以我去告诉你 先注意这种 两个会师的车头不一样 所以我就把它两个车头画得很生动 就是会师时候的 然后呢 阎国城那个也是一个 它一个岩湖嘛 一个大白色的湖 我还特意去跑了一趟 这很难画了 也就特别浅的 用这个颜色 水彩的颜色和屏细颜色 画在湖面 这样能够感觉到 阎国城那种壮美 所以还是 也费了点脑子 也不是说这么大的创作 但是用心去画了 我觉得您作为一个画家 其实你刚刚一再说 我们画画的人 所以就不惧艰苦 所以在你的过去的 这个画画的 绘画的这个整个的生涯里面 其实呢 就是你自己非常投入 在这种去亲身体验 这种感觉当中 那这一次 你去走这个 就是这个铁路的 这个东西的铁路 和过去你去走 那个长征的那时候 你觉得这个 应该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吗 两个不一样 现在呢 观念也不一样 手法也不一样了 你看我这是以采摩为主的 而且排笔啊 各种颜色都用上了 那时候我就是一个铅笔啊 几本速写本 就没有照相机啊 有一个照相机 还是国家的租过我的 那个85年 租过我说 这要回来要还的 给了我700块钱 很多钱 但是你要买胶卷 买速写本 买各种东西 都要报销的回来 你吃住行 其实也没花多少钱 但是那种感觉跟它不一样 因为美国的交通还算方便了 我们有车子去 总是比那边要快捷多了 那个路都能走了 就一想 就像咱们那个华工进到美国以后 说看咱们那个福建来得也好 广东来得华工 又瘦又小 说这能修吗 对 他们讲 他中国在长征都修了 华人修在长征 怎么能修铁路 就举个例子这么说 这也是中国一个志气 修你这个铁路 书馆长在这个 他这个画展的前面的序里就说到 他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 2000年冬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纪录片 当时就讲到呢 这个什么 就是当时总工程负责人吧 跟这个Stanford说 我要用中国化工 大家还怀疑说 他们怎么能做呢 但他说呢 你看他们能修了长城 所以他就能修这个铁路 可见那个时候就是 就书馆长说 这个就感觉到文化的这种影响力 文化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你在这趟走的时候 你在画这个画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时候文化又代表了什么呢 我是一共画了大小100张画 就是每天早上 晚上差不多画一点 早上起来 五点钟起来嘛 画两个钟头 我写成速写 这次都登出来了 当然我觉得挺快捷的 就是那种 因为每天早上看的东西 晚上就开始整理它 是我一种新的手段 就不能回来整理 一定要当场画 为什么要当场整理 当场画呢 因为那种感觉深 感觉好啊 绘画要凭感觉 记忆非常的新鲜 对吧 我就说我一点不后悔 这次出去 这么多写成稿拿回来了 展览会就展了有 有48张吧 光是速写 所以就 我画了有100张 我挑选出来 一部分来展 但我觉得很欣慰 我有成绩感 是吧 有这种创作欲望和成绩感 那就没摆去 我跑了这一周 我还去加拿大了 加拿大有标太平铁路 我也跑了 那时也 我也是从那个 班府那边跑了 有一个多礼拜的 也十天跑了加拿大的 就都是华人修的 对您来说 刚才你也提到说 成绩感 或者成就感 对您来说 作为一个画家 你觉得 成就它是什么呢 成就这是个乐趣了 谈不上 怎么说呢 成就就是我的作品 就是成就 我不管人怎么样评论我 都是我画出来了 我表现我自己的一种美的感觉 一种心态 这就是成就 你说一定要得到人夸奖 我跟你讲 我这个去全部都是自费的 包括我的飞机票 包括我的李军的旅费 连李军的辛苦费 全部自己拿的 住宿费 然后我的出版费用 我差不多花了三十万人民币 那就是 太令人敬佩了 那自愿呢 我没有任何的埋怨 也没找任何的赞助 我想要人生做点事嘛 你非要找人来拿钱 还不如自己拿钱 这样你痛快吗 想什么走 什么走 想什么话 什么话 画完是自己给一个 我回忆起来一百张画 我看见最根的高兴 我真不舍得卖这些东西 那我辛苦的劳动 真的 因为你展览会 你不可能一张不卖 但我去这百个好东西拿来了 可是这东西是我 一个翻版 我是近年两年用板刷 用丙席 用水墨的混合的一种新作 而不是老作 那我长得那画 完全是钢笔画的 铅笔画的 速写稿 没有彩墨稿 这完全是彩色的 我觉得 很欣慰 因为绘画的东西 没有感觉 没有感情 你画不了画 你被动的画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现在理解了 书馆长讲的 就是说呢 他说能够 有您的话 在这一次参展 对硅谷亚洲意识中心 对硅谷来说 大家真的是三生有幸 我现在理解 这个四个字 三生有幸的意义 不能那么讲 不能那么讲 不可以 因为您把你自己的 我觉得情感 你的心血 甚至你多年的一种生命 放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 因为我跟你讲 我是那 我那续上写了 我是91年来的美国 那现在就快26、67年了 那我曾经画过 九丁山一本书 英文的 画一本夏威夷 我还给这 科比迪诺 咱们的那个 镇谷画为当大画 叫科比迪诺的春天 有有 现在还在 我看过那个 那还在挂着 那是我为了这个 主流社会 做点小贡献吧 当然那也是我们自费化的 就是通过政府的 一个评选嘛 就是放上了 好歹是华人画的 一张大画了 对吧 所以来美国 要想做点事情 这倒是 说进去话 其实现在呢 是在一个 比较特殊的时期 就是中美贸易战 在这样一个时期 你觉得你做了 这样一个创作 你觉得它的意义 应该是会更不一样 应该是这样吧 希望能够 美国政府 能够通过这种 友谊的一种 合作是吧 绘画这种 艺术上一种体验 感到中国人 对美国人的热爱 热爱这条铁路 热爱这个工程 那辛苦劳动 是历史了 那么现在要赞美 美国的大好和尘 这就要想 美国人 他应该支持你了 是吧 我们没有 没有说 跑到纪念祖先以外 就是一种 对美国政府 一种另外的想法 是说通过这张会话 体验美国的一种风情 这样呢 就能够 希望起点作用吧 对方起多点作用 150年前的中国的劳工 远渡重洋来到美国 其实呢 这个东西铁路的修建 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的繁荣 那个时候呢 他们真的是这个 在历史上的这个 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而今天呢 我们有很多的 艺术家 画家 文化人 科技人 企业家 也在为这些事情呢 正在做着贡献 我们希望呢 这个能够永远地 留在历史上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